记者吴博轩台北报道,大年初三天气好,但缺乏风力吹拂,大气扩散条件不佳,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指出云加南及高屏地区的空品亮居灯,最多污染源是巡浮为例,下午时对敏感族群不健康,老人、小孩或有呼吸道疾病患者需多加留意。 环保署空品监测预报显示,西半部地区天气稳定,大气扩散条件普遍不佳,因此发布局登提醒,以北部、中部、云加南及高屏等地区需留意竹苗、伊兰、花冬及黎岛的空品责维持普通道良好。 而截至今上午10点左右,环保署空品监测,全国77个空品侧站中已有14个侧站亮居灯,敏感族群不健康,49个侧站亮黄灯,普通13个侧站为绿灯,良好。 其中如屏东侧站的空品指标AQI就达130,其中以下午10为最大宗,预计明后两天中南部地区的大气扩散条件仍然不佳,依旧维持局登警示。